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季什么时候将会进行录制 但是近日网络上已经有不少网友 将极限挑战宝藏型第二季中的嘉宾阵容曝光出来了 瞬间期待直接拉满了 首先我们在极限挑战宝藏型第二季中 网传将会参加的嘉宾阵容中可以看到 节目中的原班人马将会在第二季中回归 邓伦 郭京飞 加乃亮的嘉宾是节目中的老成员了 他们在这档综艺节目中所产生的化学反应是非常强的呢 若是这几位老成员不在节目中回归 观众们肯定也是很失望的吧 相信大家都知道 在最新一季一季限挑战中 是迎来了一位新成员黄美浩 不得不说黄美浩真正是一位被综艺节目都眷顾的人了 平时喜欢追综艺的网友们 下面都看过不少黄美浩的综艺节目了吧 毕竟不少爆火的综艺中都有他的身影 综艺感非常强的他 虽然是首次加盟这档节目中 但黄美浩肯定也能和节目中老成员如何的示范好了吧 除了在极限挑战宝藏型第二季中的固定嘉宾 让大家很关注以外 节目中的飞行嘉宾也是非常有看点的呢 首先在节目中 任嘉伦正会担任飞行嘉宾呢 任嘉伦在第一季中就已经参加过这档节目了 可以说是这档节目中的老熟人了 综艺感很强的他 常常能引发观众们的笑点呢 想必在第二季中 任嘉伦肯定能吸引到不少粉丝了吧 另外在极限挑战宝藏型第二季被曝光的飞行嘉宾中 还有杨超越这位老熟人 也将会在节目中担任飞行嘉宾呢 杨超越的综艺感想必观众们都是有目共睹的吧 不得不说 杨超越真的是一位与生俱来的综艺人了 常常在节目中爆出禁止的他 想必再次回归节目中 肯定能和节目中的成员 再次产生出不少化学反应了吧 除了有杨超越这位综艺人担任飞行嘉宾以外 还有余淑欣呢 余淑欣的综艺感也是非常出圈的 余淑欣的小综艺行为真的非常让我们喜爱来了 感谢说 余淑欣也是一位被综艺眷顾的人 余淑欣活泼的性格能够很快和嘉宾都打成一片 也不知道再次加盟的他 又能带来怎样的惊醒了 最后在极限挑战补草行第二季中 网传加盟的嘉宾 还有就是魏大薰了 看来在第二季中加盟的飞行嘉宾 都是大家熟悉的老熟人的 这下肯定是不愁节目没有笑点了吧 就冲着飞行嘉宾这档节目追定了 不过现在还只是网传阶段 在还没有得到正式官宣之前 大家还是先谨慎吃瓜吧 希望我们一起期待 极限挑战宝藏行第二季的正式官宣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